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讲讲这个刚刚世世的名建筑家 就是这个贝月明 有什么值得说呢 有什么值得说 我写了一篇文 因为当时我读资大的时候 我去到住了一段时间才知道 原来贝月明在资大校园附近 有一个多大的市区重建的计划是给他参与的 我之前是有个女朋友在那里住的 所以我挺熟悉的 还有另外一位老师 一间townhouse都是他自己计的 所以我比较有印象 跟其他人的看法不同 就是觉得贝月明就是想起中银 又或者是罗浮宫之前的透明金字塔 就是这些比较iconic 觉得很厉害 很划时代 很出位的建筑物 我自己在住资加哥的时候 就接触过一些很比较实用在地的东西 那这些就是我比较会留意 为什么这宗新闻的东西 那再衍生到什么 我觉得值得讨论的就是 香港很多讲这宗新闻的人 其中有一点什么呢 就是讲到 就是讲到 中国人去美国读书 去很出名的一家大学 就是U-Pen设计建筑的 那一大学有多出名呢 我知 U-Pen是最出名的商科 最早出名 他计建筑很出名 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大师会记得了 我们中国出名的建筑师 一个梁思成 梁思成是谁的儿子 梁继超 梁继超的儿子 另外他一个前妻林辉恩 这些这么出名的民国年代的人 都是在那里毕业的 后来我们知道梁思成 林辉恩回到内地发展 他们是早过贝源铭 大概10年左右去读书 贝源铭30年代在那里读书 到40年代的时候 那些人说了 他有考虑过 其实贝源铭的家族 在内地很陷黑 有钱了很多年 不陷黑的人都去不到外国读书 对 他爸爸是民国时代 和姓宋家做的银行 那些是银行家 他考虑40年代 他考虑是否回到大陆的时候 他爸爸就跟他说 不要回去 于是乎他就没有回到内地 那些人就很仇大陆的人 共产党就说 幸好他没有回到内地 他回到内地的话 他多年代的人 一定会经历文革 很多其他例子 就算梁孙成 他都经历过文革 都是下场不是那么好的 再出名一些例子 比如我熟悉的 艺术界的 林福棉 林福棉 当年就是20年代去法国 好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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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1919 1920年代的时候去法国读书 娶外国人做老婆 都打算在那边落地生根 不幸 不幸 26年的时候 他在德国给了一个画展 遇到谁呢 遇到蔡元培 是 蔡元培 大校长 是的 大校长就怂他 慫恿他 你回来回国 搞艺术很有前景 于是他就 被他说服了 就回到内地 很多人知道 有知道 林福棉的历史的人 就知道 后来他经历文革的时候 其实他未经历文革的时候 已经是有几次很不开心的了 他说一些新派画 又说他不有伤风化 到文革的时候 更加 他亲手毁灭了自己很多幅画 又去坐牢 坐牢 后果是很悲惨的 后来就 七七年左右 就来了香港 这个问题 想问大师 或者问Henry 就是说 那大问题 为什么今天这么有重要性呢 就是这些精英 学界的精英 或者这些艺术 科学界的精英 今天 中美贸易这个时候 很多是考虑 要是否回国 一方面他在美国 一直在美国 第二方面 就是中国很多香港招手 那大问题就是说 我们见到贝月明这个例子 就是说 他没有回到国内 原来在外国很出名 就是全世界很出名 于是很多人觉得 不要回大陆 你不回到大陆 哪有可能有这些国际的名语 那大师 你见识多 你觉得 究竟 会不会回到国家 是否一件好还是不好的事 我不能够从 不能够批计今天 会不会回到国家 因为这件事 我真的没有那个预知能力 因为呢 如果你说林峰绵 林峰绵 当时1922年 回中国是对的 因为那时候 真的很多拥有发展 他留在外国 说 你去过巴黎 你去过巴黎 你去之后怎么做 但是他应该 1940年的时候 就在吊闪 他不是翻错了 他是走得慢 他是没有走到 是的 1942年 背语名 当然是不可以回来的 是 他那时候四几年的时候 四几年的时候 每一个年代 从1940年到1949年 每一个年代是好的 是每一年都可以回来的 OK 其实呢 我们说 中国开始的时候 就是刘美佑彤开始 刘美佑彤的时候 刘美佑彤的时候 找了一些资料 至少是 到最后 因为曾经有看过一篇文章 刘美佑彤一部分 是留在美国的 个个都直直无名 没有一个人会发现 肯定没有一个人可以 但是回到来很多 譬如说唐绍怡 占天佑 周秀臣 就是很多很出名的东西 就是很容易 因为那时候是 满地骗地黄金机会的 那时候回到来是好 就是说你回到来 回不回来的时候 你是一个屎鬼 究竟你撞不撞得很不幸 你究竟 我这么说 香港 一九六几年 六七年暴动的时候 走 你好像我英明那样 走了 你突然走错了 然后一九八几年走 然后走了 你又发现走错了 尤其是抹抬头楼 然后一九九七年 走 除非你留下来 如果不是 到最后 你也是 我认为九七年走 真是另三年回来 那个年代就当得很好 但是 你会不会今次走 会后悔 还是今次走会什么 我一个人是预知未来的 预知未来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能够做到 但是中国 当然有很多人 文革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就很麻烦 但是问题很多 第一代去留学美国的海归派 方星海 那些又很容易显贵 当然他们也是五十多岁 可能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问题 我们很难预测 我只是说有好又不好 是一个timing的问题 就是有一个时代是好的 有一个时代是坏的 我们现在来说 我跟你说 是有预测问题 我只是说 不会是全部都坏的 就是有可能 有可能你走了 都会后悔 也有可能走了 不过 在一些情况之下 至少 如果你不是读理科的 你去外国 是很难出头 当然你如果很有钱 搬失去外国 我先补充 首先更正 不是机程 刚才说错了 香港机程不是去设计的 但是我关于回流的问题 其实最大事 都是那几十年文化大革命 震反反右运动 那几十年 如果是回大陆 就大事 基本上其他的时间 都不是说 有什么杀身之禍 或者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如果你就这样看 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留在海外 你面对的竞争就很大 中国因为持续 都是一个很急剧的成长发展 它对于这个人才的学口很大 所以你很自然 在国内的发展 一定会好过外国 因为人才少 就在中国斩 客户就好些 但是问题是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有能力的人 你在哪里都会成功 其实你不用考虑中国 随机你是因为特别爱国 所以你现在说的问题 通常都是说 中游分子 中游分子 不是二、三分子 中游分子 哪些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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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会考虑中国 那你真是聪明的人 是不会有什么高坤 杨振宁 不说我们特意要回去中国 杨振宁也是爱国的 杨振宁应该到到 杨振宁其实是 是用中国人身份 去拿下比赚 他应该到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才放弃中国人身份 所以才有美质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很容易可以推测得到 中国究竟是 现在我看回头很容易看到 近几十年 就是不停向上 现在面对一个矛盾的地方 就是究竟现在中国 尤其现在中美贸易战 限制了发展 会不会走下坡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现在不是说 所谓的竞争问题 现在有排制问题 因为国家安全 所以他不再相信 那些中国人 他直接要赶你走 你究竟觉得 在这个最新的发展情况 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 或者你有机会可以回到大陆发展的学者 究竟回不回好呢 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你也想问 你会不会回去呢 回去 从来 我们香港人的特征就是 哪有好处 所以原本的计划就是 我美国有一份工作是终身雇佣 美国的终身雇佣又不同 香港的终身雇佣又不同 香港的终身雇佣 到你不想不做的时候 没有说退休的 你做到七十岁八十岁 你还没死的话 你还是交了货的话 你也会继续做 我喜欢 香港不是的 香港有退休年龄 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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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ry 就开始赶客了 有些内地学者 就说他有些研究基金收了 可能是内地的 没有报道 用这个借口 去炒鱿 是 而你越近 Emerry 已经不是太过 以思考来说 她是出名的 但已经不是很研究型 最大的科学的那几间大学 也不是很近华府 很多政策的大学 相对没有敏感 都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刚才你所说很对 是有压力的 就算你有了 tenure 如果他被你发现这些事情 他觉得是违规 就是卖国 是的 就是卖国 是 所有 和我之前评论的 华为的案情 差不多 你不要说是国企私企 当一个国家 进入了状态 觉得是打仗的时候 所有事情都不 就是他觉得 他说是这样就是这样 就是你觉得是 危害到国家安全 即是你说他说真的 那些大陆学者 都是听了了的 听了他觉得 都可以用这些事情 来做什么 那之前我在这个节目 讲过 出名到 就来拿了 莱贝尔奖的张首成 他为什么要跳下来呢 就是他在Stanford 就是说他 一来他在一个 国会的报告 说他自己私下 有些 创投基金 可能是 资金可能是 在当地那里 所以就说他买这些技术 然后转移回大陆 就是去到这么敏感的时候 就是 就是 不要说是不是有份工 命都没有 就是压力就可以去到这样 是的 所以就要平衡 变成我们说 香港仔 以前就可能 这里又可以 现在又要去边 你回到大陆发展 你就预计了 可能美国就会 不预计你一份的 是的 就变成你一定要是 歸边的话 又或者你去美国发展 你就不要预计 可以在中国大陆拗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怕去美国发展的时候 就算你完全不回大陆 他都不信你 这就是一个问题 是的 就是变成你有个加斯林 更加 就是变成是 如果你久不久回大陆更加 如果不是说你黄黄面的话 他觉得你香港人大陆拗 那就已经可能会有个问题 所以 一面对这件事就是 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 配命这个例子 就令我联想到 就是这一刻 你就算是 在那边原本 是可以做得比较好的的人 到现在都会想到 即时代又转变了一次 即时代又转变了一次 因为他现在就刚刚在转的风 就是说 除非你好像某一些学者 我们香港也看到的 很主动去批评共产党的 有这样的怀疑 即投警装 是的 这个可能你会是 大陆人会觉得这些是汉奸 即是你肯做汉奸的所谓 即是你肯做汉奸的所谓 那你就可以在 那你快点支持港独 那问题是 你不知道在那边 头那边 是不是真的好处一点 如果不是做汉奸 即是香港或者中国 从来都不决汉奸 你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做汉奸 你又怕走错边 不是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 二流的人 回大陆永远都没死 现在我们在说一流的人 一流的人应不应该支持港独 可能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说的话题 是 好 下一次再说